我拉琴拉琴了40年 跟大家分享幾個體會 或者會幫到你 如果你覺得你拉琴不換的話 一定是對比不夠 變化不夠 所有東西的對比 音色 力度 大小聲 vibrato 全部都可以有對比 而如果你拉琴是不唱順的話 很可能是你認音都未認好 看波慢很可能是你心裡沒有唱譜 如果你心裡是在唱Domiso 你是唱得準那個音 唱得準那個節奏的話 是沒有理由看波會慢的 第四點 如果你覺得你的左手很緊張 手腕是很緊 餘製肌很硬 其實是跟你右手有關 你把你的注意力全部都放在左手 但其實你應該是多點去留意右手 你留意右手的話 你的左手才可以放鬆 試一下 如果你自問勤力 但是又進步慢 那為什麼呢 很可能是你的標準太低 你容許自己可以錯很多次 你容許自己一個小節 是用四個不同的速度去拉 你容許自己有這些錯的話 這個為之標準低 試一下定一個高一點的標準 如果有人說你的節奏這樣弱 很可能跟你右手的運弓節奏 沒有對準拍子有關 必須要對準 無論是大聲小聲 是重是輕 必須要對準拍子 如果你是針對以上的癥結去練 我肯定你的進步會很快